紐約州參議會在4月26日 以全票通過第2278日決議案 慶祝2022年5月13日的第23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該決議案由紐約州第42選區 州參議員邁克·馬圖奇發起 並由10名紐約州參議員共同聯署 決議案提到 鑑於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5月13日 在中國長春將法輪大法公開傳出 隨後在中國各地講法傳功 法輪大法在人群中口耳相傳迅速傳播 到1998年 在中國估計有一億人修煉法輪大法 法輪大法在超過114個國家和地區流傳 很多人在整州的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法輪大法給數以億計的人 帶來了健康的身體 快樂以及祥和的心靈 法輪大法修煉者在日常生活中 遵循真、善、忍的準則 提升道德 也因此親身體驗到非凡的健康受益 我們對此表示讚賬與感謝 法輪大法從1992年從中國傳出了一個反坡中而走進了世界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真正的美好 認識到法輪大法的美好 今年是法輪大法洪傳世界30周年 而今年的5月13號是第23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美國及世界各地的政要和社會各界紛紛給予褒獎和表彰 各地也舉辦各種慶祝活動 在今年有兩個大型活動 第2活動是5月7號就是這個星期六 巴哈根玻璃斯館護理廣場有一個節目表演 在5月13號當天呢 我們在巴哈頓從聯合國廣場 我們遊行到中領館前面是11點開始 希望更多的民眾來參與我們這一選舉吧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 紐約報導 到達 sujet